在台灣從來都不用煩惱 三餐到底要吃什麼的問題 從早到晚有太多太多的選擇 而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美食名單 早上可以吃個阿嬤手捏飯糰 或是手工蛋餅真的很幸福 當然也可以吃完熱熱的羹湯 配上炒麵 而中午就吃完傳統的好吃炸醬麵吧 別忘了要點一塊入味的滷豆腐 跟一碗混沌湯 晚上去逛個夜市吧 台灣的夜市肯定不會讓你失望 要吃飽或是吃巧,隨你啦 我喜歡叫一碗雞肉飯 再點上我們桌子的菜 不會花太多錢,但又吃得超飽 當然最後一定要點一碗冰 當結尾 這是我的口袋名單 你的呢? 是嗎? 是嗎? 是嗎?